我们读一段圣经 在使徒宣传第二章42到47节 这里说都横行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剥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繁物共用 并且卖了田产 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以恒切地在殿里 写在家中剥饼 存得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1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我们就读到这里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真的是面对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 不是吗 不但是国际局势非常的不稳定 全世界的经济也面对极大的危机 而且不但是外在的环境的危机 也是看见里面属灵的危机 今天我们看见在美国 人心刚硬 抵挡神 整个社会充满了黑暗跟罪恶 难怪常常听到有人叹息说 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但事实上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你一点不需要哀叹 给你们说你不需要哀叹 跟他说 因为信仰必须经过挑战才能够活泼有力 否则就会安逸而死 我再次说信仰必须经过挑战才能活泼有力 Amen 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无论在任何的时期 任何的地方 我们总是遇到不同的拦阻 在初代教会 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的环境 在现今的世代 当我们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在非洲我们遇到回教的拦阻 在亚洲遇见佛教的拦阻 在印度面对印度教的拦阻 但是我们看见虽然如此 教会总是能够在各样的逼迫跟拦阻 跟挑战当中反而快速地成长 就像初代教会一样 你看见初代教会当时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 但他们却在那一种不可能的环境当中 却带来翻转世代的力量 把福音能够传向地极 他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精通来思想 初代教会的宣教行动 以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的宣教行动 从四方面我们今天要来分享 第一个 我们看见他们是活出基督的生命 跟你们话说 他们活出基督的生命 十六年第二章第四十二节 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换句话说 他们是一群按照主的话语来生活的人 以至于在安提阿的城里面 当人们看见这些信徒 他们生活的榜样的时候 就直接就称呼他们是基督徒了 你知道基督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就像他们看见这些信徒 活得就像耶稣的样式 可见他们真的是活出了基督的生命 在他们身上 第二点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 之所以能够带来当时整个社会 一个翻转的力量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是用改变的生命 来改变世界的 我们在彼得身上就看见这样一个 生命改变的见证吗 不是吗 当你看见在四福音里面的彼得的时候 你看见那是一个充满血气软弱 甚至是一个三次不认主的人 可是到了使徒行转 当时的圣灵降临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 第四章他被抓到官府面前 他怎么对官府说 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是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酌量 但是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哇 何等不一样的一个彼得 你看见是一个蛮有生命改变见证的彼得 所以当五星节那一天 他站立起来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当天就有三千人就得救 我们也看见有三千个生命改变的见证 你说牧师 你怎么知道有三千个改变的见证呢 因为使徒行第二章四十世纪讲得很清楚 这些说信的都住在一次 凡物共用 四十五节说他们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 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人信了主之后就卖了他们的Tesla 你们的Nexus 股票 房子都卖了 你以为这在今天的这个世界 做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 那我告诉你 在当时做这样的事情也是一样的不容易 然而在那个时刻的信徒 他们却是愿意遵行使徒的教训 活出生命改变的见证来 他们就能带那个世代 带来一个翻转的能力 当然弟兄觉得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今天 也变卖你所有的家财 OK 放心 神在不同的时期 是会做不同的工作的 但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 重新来认真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 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 常常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都太会讲了 不是吗 事实上在教会里面 越久的人越会讲 你发现没 但问题是 我们活得出我们的信仰来吗 这有人说 其实我们的行为 所发出来的声音 是远大过于我们话语的声音的 真的 今天我们的信仰之所以有吸引力 我告诉你 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所讲的话语 也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外面热闹的活动 今天我们信仰之所以有吸引力 来自在于我们里面属于基督的生命 Amen 就像Mother Teresa 你看着Mother Teresa 它是在全世界带来多少的影响力 多少人钦佩Mother Teresa 其实人们钦佩 她并不是因为她所讲的话 事实上恐怕我们也记不得她说过什么话 你记得吗 你记得Mother Teresa所说过的话吗 重要的不是她的话 而是在她里面有一个舍己爱人的生命 那是吸引别人 格里海牧师之所以被美国人这样的尊崇爱戴 也不是因为她不道的信息的内容 乃是因为在她里面一个谦卑敬畏神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姐今天我们若想要影响世代 我们就真的必须从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开始 那就让我们的生命 从我们个人生命开始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Amen 我还记得当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全家那个时候 就搬到宾州的乐园镇 一个很小的地方 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铁皮房屋里面 我们一搬进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 说我们在铁皮房屋前面 有一棵白桃树 我们一听就很高兴 白桃是非常甜的 非常甜美的 我们就很期待 很兴奋 每天就等待着结果 结果那一年什么果子都没有 非常的失望 后来人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 其实白桃是每隔一年才结果 恍然大不 结果第二年果然结出白桃出来 哇 那个白桃子真的是在阳光之下 照射之下 金光闪闪 非常吸引人 连我们家那个时候的Francis 也是一岁多 每天会跑到树下 指着桃子说桃子 桃子 桃子 好漂亮 不但如此 每一个 你知道 常常很多人开车 经过我们家 真的经过我们家的时候 也会情不至今会停下车来 开车下来走到桃子上 看见那个桃子 差点口水都要流出来啊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去年 就是前一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桃子的时候 我拼命告诉别人 每一个客人到我们家 哎呀 这白桃是白桃 别人看看 So what 掉头就走 一点都没有兴趣 可是第二年就不同了 第二年都不需要我说什么 我一句话都没说 人们自然而然走进来要看 我就发现这个果子是具有吸引力的 同样弟兄姐妹 今天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 是不是能够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来呢 如果没有 如果不能结出 我告诉你 无论我们多么会讲啊 这个世界不会在乎我们的存在的 事实上这个世界 连看我们也都不会看的 除非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结出这种属灵的果子出来 我告诉你 你不用说什么话 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耶稣基督 Amen 所以第一个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真理来 我们想传福音直到万国万民吗 从我们自己开始 先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 第二 我们看见他们动员平信徒宣教 跟你们要说他们动员平信徒宣教 如果你仔细看初代教会增长 为什么那么快速 我告诉你那个秘诀并不是因为这些使徒 其实你看见初代教会增长这么快速 最主要的原因是平信徒们 主动地参与在宣教事工上 使徒宣教人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讲到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然后说除了使徒之外 表示使徒在哪里啊 留在耶路撒冷 门徒就是平信徒了 就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 第四节怎么说呢 那些分散的人 请问是哪些人啊 刚才才读过 那些人是什么人啊 门徒是平信徒 那些分散人往各处去干什么 传道 这很重要一个观念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宣教的时候 我们想到赶快拆派牧师吧 拆派宣教是出去出去宣教 却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其实我们的平信徒 今天已经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了 你们 特别是华人信徒 早已经遍布全世界 在非洲 到处充满了华人超市 华人餐厅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还记得带短宣队的时候 队员就说 牧师啊 请问我们要带多少生理面啊 我说不用带 旅馆对面就是华人超市 OK 你以为我们到什么蛮荒地区吗 在回教国家 到处充满了华人公司 华人商店呢 平信徒早已经遍布在工厂上了 今天我们一定不要把侍奉 局限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推动 一定要动员平信徒 来参与宣教的事工 Amen 你说怎么样推动法呢 两方面 第一个 要推动职场侍奉 更多说推动职场侍奉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 你看见主在这里就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主在这里教导 我们做一个祷告 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去收取庄稼 这里的工人是谁呢 以前我们总以为是 牧师跟传道人 其实当你阅读整个经文 你就发现这个工人 不是只是讲到传道人 只指的凡是愿意摆上自己 为神所使用的人 我在说这个工人 是指的愿意摆上自己 为神所使用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政治家 可能是工程师 医生 可能是老师 可能是商人 甚至是家庭主妇 换说我们真的需要 各行各业的人 起来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 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我常说 今天我们若想改变世界 光靠牧师是绝对不够的 Amen 因为影响世界 我们常说 有七大三头影响世界 有政府 有商业 有文化 有媒体 有教育 有宗教 有家庭 教会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的人 能够在职场上 有卓越的表现 卓越的影响力 我们常常把耶稿基督的信仰 潜移默化地 带进我们职场当中 这为什么主在 这个四福音里面讲到 天国要像什么 像个面孝一样 马太福音十三章 第三三节 他说 他对他们讲个比喻 说天国像面孝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面 只得到全团都发起来 我想在我们中间 就算你不会做菜 你也明白面孝的道理吗 面孝要发挥作用 发挥影响力 它一定要进入面团里面 这个面孝不可能 在温宴团的外面 想要发挥影响力 不可能 它一定要融入在面团里面 才能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 同样今天 我们也不能够站在 这个世界的外面 我们必须要融入在这个世界 借着职场进入世界 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Amen 第二 我们应该推动专业宣教 跟你们说 推动专业宣教 你知道我发现 今天很多人很难参与宣教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没有合适的平台 一般的宣教 你就得要传福音 你就要做见证 祷告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不是他的专长 那怎么样能够按照专长来传福音呢 其实就应该考虑一个专业宣教 特别是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 真的是我们教会在加州的戏骨 我们弟兄姐妹 多半都在电脑公司做事 我们其实应该更多来思考 网路宣教的事工 就像医疗人员 这个常常进入医疗宣教一样 我们看有我们更多的需要考虑 怎么样用科技 来传扬主的福音 因为网路是五眼佛界 也没有地域的限制 其实这对于福音 要变传全世界 是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到过这一点 神放我们在这里 是很重要的 神放我们在这里是很重要的 在戏骨 我们真是有机会 真是完成福音 传遍世界的一个使命 就在这里 Amen 我记得Lauren Connery 好几次一直跟我说 Pastor Tom 他说你要看重你们的教会 是在戏骨啊 他的意思说 怎么样用科技 把福音传遍地气 我就真的明白 今天神把我们放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 跟你们说你是很重要的 我们真的有机会 我再说 有机会在这个世代 将福音传遍地气 特别是我们看见 在回教国家 以及针对一些 不容许教会聚会的集权国家 今天如果你想 向回教国家的回教徒来传福音 其实我们看见 网络媒体跟社交媒体 都是最有果效的方法 他们告诉我们说 其实今天在阿拉伯语的 阿拉伯世界里面 其实这是传福音 最困难的一个地区 在讲阿拉伯话的阿拉伯世界里面 你就发现 其实在这些讲阿拉伯话的 阿拉伯世界的人口 4.2亿的人口 他们说有2.5亿的人口 是有社交媒体的 换句话说 在这些讲阿拉伯语的 阿拉伯人世界当中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 是可以透过社交媒体来接触他们 所以难怪现在目前很多的福音机构 都是透过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来接触回教徒 上礼拜三 我们所在中东支持的一位宣教士 回到我们教会 在祷告会当中与我们分享 他就讲了这件事情 他们的机构就是 透过社交媒体来办活动 然后做个别的跟进 他就告诉我们说 目前他们机构 正在跟进有一万多名的回教徒 而且今年一代的两百人信耶稣 有五十六位已经受洗归主 哈利路亚 我们就看见网路宣教 的确是未来宣教 特别要进入回教世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也真的值得我们真的花时间 花精神来思想 甚至投资在这样的事工上 因为透过网路宣教 我们深深地相信 能够快速地把全辈的福音 能够变传全世界 你们 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见 是要凭信徒一同动员来宣教 第三个我们看见初代教会 他们推动慈惠事工 跟你们说 他们推动慈惠事工 《词诺》第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这里说 信人都在一处繁物共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 也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我们看在初代教会 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 其实当时的信徒 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其实立刻就受到一些逼迫 家里面的逼迫 就跟现在在回教世界一样 信了主之后 很多时候被赶出家门了 信了主之后 可能就失去工作 当时的教会并没有说 那我们为你们祷告就算了 No 他们反而用实际的爱心的行动 来帮助 来关怀他们 我就想到弟兄姐妹 耶稣的福音 从来不只是灵魂的救恩而已 耶稣基督的福音 乃是身心灵全备的福音 Amen 以赛尔书五十三章 第五第六节 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 就讲到这三方面 第五节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所受的刑罚怎么样 我们得平安 这是心灵的一个救恩 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这是身体得到医治 接下来第六节 我们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要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这是个灵魂的救恩 所以你们看见 身心灵是全备的救恩 事实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不只是传天国的福音 他更医治病人 你随便看四福音 你会发现耶稣无论走到哪里 他传天国的福音 他医治病人 他总是顾念人身心灵的需要 同样今天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应当顾念人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 特别在第三世界 我们就看见在那个很贫穷的地方 你不能只传福音 却不顾念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多哥跟万国族家布拉团总干事 以豆牧师 他已经被主接去了现在 但是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 有机会我们一起坐车 到一个村落区布道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 我就情不至今心中有个问题 我就想到他真的是为福音拼命的一个人 我总是看见他无论如何 总是马不停蹄 想从一个村落到一个村落区 我就问他说 以豆啊 你不可以告诉我 你里面对这种福音的热情 热忱是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会充满着热情 就是停不下一样就传福音 他就回答我说 他说其实我只是盼望 我的同胞能够死在艾滋病以前 有机会听闻福音而已 我听了很难过 我的心就向神呼喊 主啊 难道我们的福音只能做到到此而已吗 我们的福音只能够在病人死以前 听到福音有机会上天堂而已吗 那我们的福音应该是全辈的福音 满足人身心灵全人需要的福音 你们 这些年第一年 当我在非洲宣教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件事情 看见在英国的殖民地里面 英国的政府每到一个地方 我发现他一定做三件事情 建教堂 建医院 建学校 建教堂 要满足人灵的需要 建医院 满足人体的需要 建学校 满足人魂的需要 哇 这带给很大的启发 这为什么我们在非洲 不但植堂建立教会 我们也开设了孤儿院 我常常在非洲什么都不多 小孩最多 到处都小孩 可却没有人照顾 没有机会上学 目前我们分别已经在多哥 布吉拉法所 Nigeria 以及克迈兰 都设立了孤儿院 不但设立孤儿院 我们也设立职业训练学校 帮助年轻人去找工作 两年多前 我们也在多哥设立了 第一间生命和诊所 在疫情期间 我们透过了赠送口罩 赠送救济包 我们在非洲 就进入回教村落 在菲律宾 我们进入到山区 我们在印度 进入到贫民窟里面 传组的福音 我们就看见 福音跟慈惠事工 必须要同时并进 我们就能够经历 神国扩展的突破 Amen 最后第四 他们走向万国万民 跟着说他们走向万国万民 弟兄姐妹 大使命是关乎万国万民的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当他们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 不肯出去传福音 结果神就让大逼迫临到 所以门徒就四散各处 他们才开始传福音 当彼得是停留在犹太地的时候 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 一个包袱里面 充满了不洁净的食物 神要他去吃 为什么 因为神要教导他一件事情 要进入到外邦人当中 他就到了哥尼里的家 向他传福音 当保罗在大马赛的时候 神差遣亚拿利亚 向他发出预言说 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我们看见 大使命是关乎万国万民 今天有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想到宣教示功的时候 常常我们还是有一种 所谓的 我叫自己人的观念 特别是华人教会 我们常常觉得 牧师 华人在全世界这么多 数目这么大 用尽我们一生 向华人传闻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还要想到 跨文化的施工呢 你知道我以前也是这样想 知道有一次 当我读到 大使命的经文的时候 主在那里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 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时候我就 那一次当我在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听到主在我里面 有个声音在问我说 你的圣经怎么说 我什么意思 主对我说 你的圣经怎么说 你的圣经上说 你们要去使 中国人作主的门徒吗 我说不是 那你的圣经怎么说 我又说 像万民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我很清楚 那天主在我里面 就对我说 那你就去吧 怎么去呢 这些年主真的教导我们 三方面地去 三方面地去 第一个 人去 跟你们要说 人要去 跟他说 大使命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要去 英文更简单 Go 第一个字就是Go 再清楚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 我们真是别无选择了 我们领受了大使命 我们就得凭信心走出去 在约书亚记里面 主应许约书亚说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要赐给你们 什么叫脚掌所踏之地 你就必须要先踏出去 才有脚掌所踏之地 不是吗 你脚若不踏出去 就没有脚掌所踏之地 只有当我们凭信心 走进宣教工厂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见 神所给我们的机会 而什么时候 我们凭信心 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 神所为我们预备 敞开的门在我们面前 这些年 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走出去 我们就看见神为我们打开了蒙古 非洲 亚洲 甚至欧洲宣教的门 以至于现在我们在32个国家 建了292间教会 Amen Hallelujah 第二 祷告去 跟你们说祷告要去了 祷告是我们宣教事工里面 最重要一个策略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 面对属雪器的征战 我们就变成属灵的征战 我们的武器不是刀跟枪 不是的 我们的武器是在靠着圣灵的大能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拆毁仇敌一切坚固的阴磊 使人心被夺回 能够归向耶稣基督 Amen 为什么每个主日 我们不但为教会祷告 也为宣教工厂祷告 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也拆派 祷告团队到宣教工厂去祷告 事实上现在我们正有一支 祷告团队在Washington D.C. 为美国祷告 因为美国也是一个需要 被宣教的工厂 你知道吗 透过祷告 我们如果与神同工 我们才能一同经历神的得胜 Amen 第三个 奉献去 跟你们说奉献也要去 跟他说 宣教事工是我们需要用强大的财物来支援 这些年 我们生命和之所以能够快速 在全世界扩展 我必须说 是因为你们 是因为我们生命和的弟兄姐妹 对宣教事工的认同跟委身 并且慷慨奉献 你们 这些年我也看见 因着我们的慷慨奉献 神就大大赐福于我们 Amen 真的神大大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经历丰富有余的恩典 Amen 让我们真的将荣耀归给神 Amen 今天我要说神是信实 我们越多给神 神真的越多给我们 就好像一位农夫做见证 他说每一次当我把 用个铲子 从我的仓库铲一铲 送到神的仓库里的手 神同时 以用祂的铲子 从祂的仓库铲一铲 到我的仓库 然后他眨一下眼睛 但是神的铲子比我的铲子大 就这么简单一个证明 神的铲子比我们的大了 所以我们要去 人要去 祷告要去 奉献要去 Amen 当我们如此跟随主的时候 主就应许我们说 看啊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Hallelujah 第二年 越是在黑暗动荡的时代 越是教会应当为主兴起的时刻 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我常常说 神帮我们放在这里 给我们这么多装备跟资源 难道不是为了现金的机会吗 求神帮助我们的效法 初代教会宣教的行动 竭力摆上我们自己 为神所使用 我们就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经历神所应许的大丰收 Amen Hallelujah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为明年 我们宣教事工来做信心认线 那什么是信心认线 我讲过很多次 信心认线就是我们每年 在这个时刻宣教乐的时候 要提醒大家思想一件事情 思想到明年 我们能够为宣教事工 所奉献的数字 这个数字 不是你随便想想 随便填填 我希望你能够为这个事情祷告 因为这很重要一件事情 求神感动你一个数字 放在你的心里面 然后你凭信心填写这个数字 也许你不见得现在有这笔钱 也许你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会来 但你相信耶和华以乐 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 神就必定按照你的信心 亲自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Amen 所以好吧 在这时候我们花点时间来填写信心认线 如果你还没有填写信心认线卡 在你前面以备就有现场机用 你可以拿出信心认线卡来 信心认线卡是有两年的 两年的 里面有全年的奉献 每月的奉献 你都可以选择填写 那上面也有这个关于我们去年宣教费用 所花费的在哪一些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填写完了之后呢 撕下来有两年 教会那年待会在散会的时候 不要忘记 散会的时候要放在后面的奉献箱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电子认线的方式 那你可以拿出手机来 有这个我们的ROLCC Social App 如果你还没有download这个ROLCC Social 我真的鼓励你 这个App太棒了 太方便了 教会一切的活动 一切的方式都在这个App上 那个点击ROLCC Social 就会带你进入信心认线红色的icon 点击这个信心认线的icon 带你进入一个 这个信心奉献的页面里面去 或者你也可以干脆就 这个scan一下我们的QR Code 就在这个荧幕上 或者你可以进我们教会的网站 第一页点击一下 这个生命盒的宣教月 那它会带领你进入宣教任性的页面 那我们想花点时间 我们在神面前稍微填写一下 那如果你今天没办法决定 也没关系 你需要跟另一半能够商量也是更好 花点时间 为这次祷告也是非常好 我鼓励大家 那无论如何 如果你今天准备好了 那请你现在填写 那待会儿 我会为你这个任性来做一个祷告 哈利流亚 好不好 我们一同来为任性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爱真的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福音 也是因为我们先得着你的恩典 让我们真的是不把恩典停留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让恩典从我们生命上涌流出去 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在你面前 甘心乐意任陷的弟兄姐妹 求你把这个数字放在我们心中 也让我们凭信心来填写 我们也深深地相信住 你必要按照我们的信心 亲自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不但按照我们的信心来供应 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你来供应我们 真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 仰望在你手中 也继续使用这个教会 真的在你的国度里面 真的成为一个生命和涌流的一个管道 我们谢谢你 你将切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好 请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三会之后现场的 可以把这个投入在奉献箱里面 好 一同其立我们唱这个回应诗歌 有一种爱像那霞虫永长你 存在 涂丝 涂不尽 有一个声音 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 爱开步伐 像耶路撒冷 风霜雪雨 一次更坚定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用一种爱像那霞虫永长你 存在 涂丝 涂丝 涂丁 有一个声音 催促我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 爱开步伐 向耶路撒冷 风霜雪雨 一次更坚定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带着使命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再次带着使命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回头 我带着音响向前走 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哦 弟兄姐妹 你可知道你是有使命的吗 带着使命向前走 你可知道你是有使命的 哈利路亚 生命盒是神 一个命定在这个教会里面 生命盒是要流向万国万民 今天你就在生命盒里面 你就是有使命的 阿们 我告诉你 你今天在这里绝不是偶然 而不是你随便走进来 是神带领你来的 是神呼召你来的 你在这里是个命定的 跟你们要说你在这里有个命定的 生命盒是要流向万国万民 阿们 我们是带着使命的 你千万不要轻开你自己 你每一天的生活 你是带着使命向前走 带着意向向前走 一个神的命定在你身上 阿们 你知道 弟兄姐妹 你可知道 这些年 我们教会 你们 已经成为华人教一个榜样 你知道 好多次我在别的教会 传讲宣教的信息 那些牧者同工来告诉我 刘牧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让我们看见原来 华人教会也可以如此 哈利路亚 多少年来 我们华人教以为 跨文化都是别人的工作 都不是我们华人的事情 多少年来我们也 华人教做不到这些事情 他们告诉我们 刘牧师谢谢你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做得到 哈利路亚 我要求神灵来带领我们 我们看见今天神帮我们 放在这样一个地方 特别在戏骨 我们真的要为主摆上 我们人去 我们祷告去 奉献去 更重要专业也要去 我甚至相信神帮我们带着这么多 我们昨天在年度计划会议里面 才在讲这些事情 这里这么多 电脑专业的人 这么多聪明才干的人 说真的 别人渴慕都来不及 这么多有才华的人 What can we do for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昨天就有这种呼喊 我们能够做什么 这么多精英在这里 我深深地相信 我们的专业可以被神说 使用我是不懂的 你们懂啊 你们要想一想吗 我相信他们 集合大家的思想在一起的时候 We can do great things crazy thing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是 是 你渴望为神做疯狂的事情吗 是 你们都太谨慎了 你渴望为神做疯狂的事情吗 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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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渴望我们教会的事情 为主疯狂 我告诉你 我们能为神做伟大奇妙的工作 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阿们 哈利路亚 同志看我来祷告 为你自己来祷告吧 为整个教会来祷告吧 为神把我们放在戏骨来祷告 同志看我向主来呼求 哈利路亚 我带着使命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将福音传遍 全世界每个角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说甚至在流血的时候 更何况我们今天还不到流血的时候 岂不应当摆上自己 为神所使用 阿们 再一次我告诉你 有时候你会想到宣教 是牧师的死闹 是个命定在这个教会 其实我常常感觉我自己是被神推得走 如果你真的认识我是很胆小的人 不像你们所想象 师母才是勇敢的人 哈利路亚 我是很胆小的人 我必须告诉你 这些年我是被神推着往前走 推着往前走 这个命定在这里 我喜欢这首诗歌讲的就是 一个声音吹出你 你没有办法不走 你在这教会你也是一样 你没办法不听宣教的事 OK 你就认定了 没办法不听他 我们就要凭信心来跟随 我真正相信神对这教会 真的很大的一个使命 很大一个命定很特别 神真的要使用我们 在这末后的时代 成为一个复兴跟丰收的起义 Amen 哈利路亚 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 你还没有接受去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想今天最好的机会了 神的福音就是为你预备 我们也渴望你能够成为生命核的一部分 把神的恩典涌入到世界各地 如果你还没 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去做你个人的救主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无论在现场或在网路上都一样 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起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是我生命的救主 我借你回转来归向你 接受你 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以一生跟随你 一生来侍奉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恭喜你 如果刚才来祷告 你是神的儿女了 在现场弟兄姐妹可以散会着 跟我们外面的服务台同工说 嘿 我刚才结束了 做个人的救主了 在网路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请你填一下决志卡 我们弟兄姐妹很快 能够follow up跟你来跟进的 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福音聚会 七点半在线上举行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不好 命中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线上的感谢与赞美 谢谢你施恩典给我们 这些年 看见你怎么带领生命 和不断地涌流 看见主 你自己的应许 就这样的丰富 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再次帮助我们 重新维生 重新摆上 让你来使用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经历你的大风筹 谢谢主 现在主耶稣就是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参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将荣耀给我们的血 给上帝祝福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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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